哈喽,大家好,我是戴利奇看非洲 今天这个视频可以说是很多粉丝们的福音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树根 一直在问有没有有没有国内啊 这次的话,有一些已经到国内了 反正不多,数量有限 先给大家看一下食物吧 这次的话,回来总共就这么多 看一下吧,切成这个小块的 大个的也这么大 小的也只有这么小 当然这个药性的话都有的 一根一根的 这个是视频里面经常介绍的 这些应该比较清楚的 反正这次也算是开个头吧 看一下粉丝们对这方面的感受怎么样 大家看到的都已经是很干很干的 就像类似于这种了 我刚刚上次不是买了几节吧 叠到这个水杯里面泡了一下 没那么快 之前买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伸脚了 现在太干了,脚不动了 之前大家看到,当地人都是没事买一根两根这样 拿着生脚的 不过基本上是里面的肉 中间这个的话 中间这个心的话 还是它们不搅的 是丢掉的 主要就是这一层这个肉 这个生脚的味道 还算可以吧 也不是很瘦 还是可以当冰囊 那种之类的 反正搅着吃的 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呢 这边去买的话肯定不是去市场上面几根几根去挑选的 也是找当地去挖这个树根一捆一捆的买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刚买出来的那种 刚出土的 其实当地也有中国人售卖这个东西的 反正也是一小包一小包 是比较干的那种 但是比较细的那种也有 看一下这个图片 还是是二两一包的 抢这种二两一包的 抢这种二两一包的 那人民币之后算来它们就是三百六一包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比卡比达素质还是贵很多 但是效果的话还是要好很多 这次来的不多 我们也计划二两一包 可能有十个新粉丝 需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的话除了泡酒的话 当地跟这些中国人聊天 对这个比较研究透彻一点的说 包汤的话效果也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也不知道多少量合适一点的啊 像这边的话可能就比较随意一点 少一点可以多买一点 但是在国内的话应该量就不多 那实际情况就不知道了啊 反正有幸体会的可以在评论期讨论一下啊 感受问题 这个的话跟卡比达素皮还是有些差异的 不会出现那种很强的不适应的那种感觉 况且没事的时候可以伸脚一下啊 当然卡比达素皮的链接 我也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 毕竟呢说这次的数量有限 需要卡比达素皮呢 是可以素皮便宜是非一点啊 如果说反应比较好的话 后面就会给大家多准备一下 反正这次看一下粉丝们的反响吧 昨天用这个新设备直播了一下 不管是画面啊信号啊 哪怕是播了两个半小时也没被抬走 直播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昨天直播间的粉丝们说今天去捕鱼 交上Morin 昨天Morin出镜 客人数一下飙升了好几时啊 把Morin交上带上碎骨甲 我们今天还是去 那个鱼塘坑里面去 鲁鱼给大家直播一下啊 时间还是 国内时间九点左右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